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海军彻底全军覆没 日本因为这一战引起了西方大国的重视 一跃成为世界上的海上强国 海战结束后 全国人民再度人心惶惶 晚清政府避免盲国灭种 以慈禧为首的统治者 派出李弘章等大臣与日方进行谈判 最终签订了更加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这一条约加深了中国半知民地化程度 晚清的爱国人士决定痛定思痛 他们决心从政治制度方面向西方学习 同时加强国人的爱国意识 甲鲁海战失败 世人都将失败的原因归结到慈禧等统治者身上 其实不然 因为在战争结束后 日本方面从我军的残骸上 发现了甲鲁海战战败的真正原因 日方曾经公布一些舰船上发现的书信 其中一封清朝官员的书信中 日军发现 这位名叫魏汝贵的官员 他的妻子在信中坚决反对他参战 不仅要他保全姓名 如果可以的话 他的妻子要求他积极联系日方进行投降 而这位魏汝贵也听从了自己夫人的意见 据说当时他率领的军队 是整个清朝军队当中纪律最坏的 而且逢敌则退 欲物则律 是当时一支名声狠臭的部队 当时的日军在看到这封家书之后 便将其编写进了本国的教科书中 以此来警戒国人 是想当时的清朝 每个官员都抱着这种想法 这场战争自然不会胜利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